安卓系統 Android系統除了能搭配EasyCast App做使用外 也可以透過安卓無線同屏的功能達到同屏的效果 首先將投影畫面切換至安卓無線同屏 今天以Android系統的Sony手機來和大家介紹 首先到設定裡打開裝置連線 螢幕同步顯示 開始搜尋 按下Bin的裝置 即可同步顯示 這時候打開YouTube 點選一首 點選一首 點選擇 點選一首 點選一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